好 开替人戴好耳机 请放感染医院 毛不易 没放 没放啊 没有 你不放医院 你喊人家 你这是啥意思 好 超哥 拜拜 毛不易 他形容不会那么大声 我听不清的 没事 不用反复测试 毛不易 好 不易 他其实两分钟开始 这是个送分题 听好了 这是一个古典的 著名的一个小故事 背景是假山 然后有几个芭蕉叶 假山前面有一个陶瓷做的大的 这个 然后 陶瓷做的什么 陶瓷做的这样一个器皿 大型的 然后它破了 里面有一个小孩 然后 还流出了水 好 还能打干 外面有一个孩子在扶他 有一个小孩子在哭 有一个小孩子在哭 好 还有一个往远处跑的小孩子在奔走相告 一共五个小童子 对 就按着你们心中理解的这个故事 然后画出来就行了 斗计时开始 5 4 3 2 1 好 时间到 潘老师来点评一下他们的画工吧 我觉得差不多都表达出来了 都表达出里面的含义了 何老师画得太逗了 猜题者三位可以取下耳机 因为这一幅画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们决定先不给提示 好 请专 白举刚稍微快一点点 请回答 葫芦王 回答错误 啊 毛布一起回答 司马光砸钢 回答正确 五个字吧 是个借 小白你这个借是什么 我这是个人 别借 超哥你近视吗 有点近视 我被何老师影响了 是吗 因为有两个芭蕉扇 我以为是那个蝎子精蛇精的那个扇子 是这样的 潘老师讲述吧 他先说有甲山 然后有两片芭蕉叶 然后我们就这么一直画下来 毛毛你说怎么猜对的 我就看三位画的都有一个钢 然后霍森敦那边的 比较相对具象一些 还有水流出来 哦 对 哦 好吧